我知道今天现场有一位朋友 是的 因为我们今天现场的这一百位观众 都是因为听了您的歌声 他们的人生轨迹发生了改变 在我们今天录节目之前 有一位观众他找到我 他说希望能够给他一个机会 他觉得这个机会一生难得 他想亲口 向赵传大哥说一些他的心理话 现在让我们请出他 有请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 像一只小小鸟 想要飞 却怎么样也飞不高 也许有一天我吸上了指头 却成为猎人的目标 我飞上了青片 才发现自己 从此无依无靠 大家好 我叫朱杰 今年呢 28岁了 也是因为自己的身高的原因呢 所以 以前的我呢 生活的比较自卑 然后 对自己的生活也没有信心 我觉得 上天特别的不公平 为什么会让我生下来 跟别的朋友不一样 而且我还曾经埋怨过自己的父母 我觉得 你们为什么要生下来 包括生下来 然后让我去面对一些 不公平的事情 记得我以前上学的时候 然后走在那个路上 我都不敢抬头走路 因为 因为我怕别人看我的眼光 然后 也怕他们 就是 背后在议论 说啊 这个小孩 好像长不高的样子 怎么怎么样 所以 也曾经想过 要不不要活在这个世上了 死掉算了 就在我最自卑的时候 然后最无助的时候 我爸爸给我听了一首歌 也就是刚刚 我唱的那个 我是一只小小鸟 然后我当听到这首歌的时候 我觉得这首歌 好像就像在写我一样 就是说 我就像一个小鸟一样 虽然说小小的 但是 只要自己勇敢的去面对挫折 然后自己勇敢的去走自己的路 就可以生活的很好 然后 所以我就每天在听 每天在听 然后终于把它学会了 然后也不再去抱怨什么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 只要他自己认真的去走 就会走得很精彩 而且呢 我现在生活的也特别的好 我也找到了我的男朋友 而且他呢 今天也到现场了 但是 对 对啊 可不可以邀请他上来 谢谢 他呢 是我的男朋友 曾经呢 是一个医生 然后呢 他叫秦学士 嗯 虽然有的时候 现在我们走在路上 还是有人会 就在背后在说啊 怎么怎么样 但是我相信 只要说 自己去勇敢的去面对 然后肯定 嗯 就像那个 嗯 我是一只小小鸟一样 然后我们就可以 通过自己的努力 呃 飞得更高 更远 然后飞向属于自己的天空 谢谢 加油 谢谢老师 那个 嗯 嗯 最后呢 其实我们还有一个 小小的愿望 请说 嗯 就是想 可不可以跟 偶像 嗯 赵传老师 一起唱这首 我是一只小小鸟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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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 想要飞 却怎么样也飞不高 也许有一天我牺牲了枝头 却成了别人的目标 我飞上了今天 才发现自己从此无依无靠 每次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 我总是睡不着 我怀疑是不是只有我的明天 没有变得更好 未来会怎样 究竟有谁会知道 幸福是否只是一种传说 我永远都找不到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小鸟 想要飞呀飞 却飞呀飞我高 我续续逼你续续逼你一个温暖的怀抱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我续续逼你续续逼你一个温暖的怀抱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我续续逼你一个温暖的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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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飞呀飞呀飞 却飞也飞不高 我续续逼你续逼你一个温暖的怀抱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我是一只小小小鸟 你续逼你一个温暖的怀抱 我续续逼你一个温暖的怀抱 我续逼你一个温暖的怀抱 我是一只小小鸟 他这首歌每次拼的时候 都会觉得是在做自己一样 然后跟我们很像 一次遇到挫折的时候 如果就是听这样立即的歌曲的话 会给自己加很大的力气 重新的去站起来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